哈喽姐妹们早上好啊 今天的任务就是逛和吃 我们首先来到线罗商圈 进入到线罗百里公 选了一家餐厅 这个好浓啊 好嫩的味道 完全不是那种粉冲起来的 真的这个奶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泰式奶茶 这个餐厅呢曾经好多年获得米其林三星的餐盘奖 他们家的甜品绝了 如果你回城走的是老卖机场 他们家也是有电开的 吃完饭就是开逛 这边几个商场全部挨在一起 像SIM Paragon啊 SIM Center SIM Discovery 还有Central World 全部是挨在一起的 步行都可以到达 然后什么都有 还有旁边的街街巷巷的一些小店都非常的好逛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顶顶大名的Daily 很多女明星女网红都经常光顾的 这个镜子可以打卡 旁边的衣柜也可以打卡 我逛的有Aland Match Box 还有 A.S.A.P. A.S.A.P. 老里的哥 这边有好几家店都有大图贴拍摄的 只要你消费满一两千台铸 就可以免费拍 这边的氛围简直太好了 就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会敢于在街头上面去唱歌去跳舞 不管唱的好与坏跳的好与坏 至少他们敢于迈出这一步 大家其乐融融 很青春 很阳光 很勇敢 这个正在弹唱的小姐姐唱得很好听 她的人气巨高 我周围全是人 好不容易挤到一个位置 这里好像遇到了一个泰国的男明星 我不知道她是谁呀 有没有追泰语的小姐姐知道她是谁的 逛了一天 我们现在要赶紧回去 因为今天还有工作 我跟轩哥现在打了个嘟嘟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速度 这边嘟嘟会比打车要贵 但是就是一个字 快 因为我们正在播的综艺 需要我们回去连线 顺便跟大家插一句 我们的综艺非常的好看 叫做恋爱到结婚的距离 每周三在芒果TV播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了 结束连线了 我跟轩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吃光的机会 这个鼎鼎大名的夜市叫做Judafires 还好还好我们赶上了 它是在12点钟之前就要关门的 这个就是有名的水果西施 我们买了一些生烟 还有虾 还有有名的火山牌 哇 比你手还大 比我的手多大 吃的干干净 这一盒 那个你的粉 可能有那一盒 还可以啊 哎呀 看咱轩哥在泰国的人气 他在泰国真的还蛮受欢迎的 就是不仅仅是小姐姐 你们知道吗 连小哥哥都会多看他一眼 因为他会健身 然后穿着那个背心 肌肉露出来撕哈撕哈的 真的人家小哥哥低头玩手机 路过看见他都会抬头 多看他一眼的程度 好啦 吃饱喝足就要回酒店咯 明天我们就回去咯 这次玩得非常的开心 很期待下一次再来 我们下回见 拜拜